脑电涂异常放电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韩祖成 陕西省中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 脑电涂异常放电 是我们检查很多疾病 比如说头疼类疾病 特别是癫痫压剂类疾病的时候 我们常用这个检测手段 当然我们在这个睡眠监测的时候 也要检测脑电涂 脑电涂就是我们脑功能活动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电波吧 脑电波我们收集起来就是脑电涂 就和心电涂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心电活动以后引起来的 这个心电波动 然后我们引起来的心电涂 脑电涂异常放电 正常的时候它有它的规律 有它你在这个睡眠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规律 你在思考问题是什么问题 你在静息的时候是什么问题 在睁眼的是什么状态 闭眼是什么状态 它都有它的一个状态 异常放电 它就是可能一个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或者超出这么一个波长 或者超异常那个 我们叫异常脑电波 然后这会出现的时候 就可能是个病态的 比如说电涎的这个急波 急慢波 它就是一位脑电的异常放电 引起来的一个脑电波 它会引起来抽搐 人就是一个异常的役力 再变成的 把那个谂的也是 вер观察